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BR2,是Bromney南边的一个地方 是近着一个叫Haze的火车站 大家先看看这个周边的环境 这条路也算是挺静的 在这里吵的只有一些小鳥和海鸥在这里吵 在这条路的前面有一块草地 前面那条路叫做主要小小的路 但都算是静的 暂时都没有车经过 这个环境也是一个不错的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些屋子 大部分都是Semi 而且这屋子的尺寸都算是大 这里附近的屋子 这里的位置呢 其实是在Bromney南一点 如果开车的话 其实5分钟就可以去到Bromney南边的火车站 至于这里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在这里的位置 大概0.5公里 会有一间外出的中学 再加上一间外出的小学 在1公里以内 总共有4间GOOD的小学 加上一间外出的小学 和一间外出的中学 和一间外出的中学 至于买东西方面 在Iseland 走大概10分钟左右 也是向着Heyes火车站各方向走 附近也有一间Saint-Sprice 这里的街上看到 其实也很安静 我们已经大概 说了3分钟 刚刚有一架车回家 随着之外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车 所以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好了 看完这个屋外面 我们看看屋里面是怎么样 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单位 他就说自己是sold了 这个是4房单位 但是那个卖家 他就搞过mortgage 有点点问题 所以呢 现在还是 可以说是未卖出 他的开价就是800K 好了 进来都很开阳下的 直往可以看到一个厅 很大的玻璃 门可以见到外面的花园 不过花园呢 可以见到 他前面呢 有一个小小的建筑 那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Summer House 是包裹的 好了 那我们上去楼上 和向前走之前呢 那我们先看看 我们左手边 这里呢 有个厕所 有点点可惜的 就是 他正正在门前面 他都没有弄到窗 有点点可惜 好了 那我们再看看旁边 这里 这个呢 就是厨房 那厨房的Size 就是 19尺 8 乘10尺 9 那这边呢 可以说有一个Dynamic Area 那我觉得Dynamic Area 就比较小一点 好小 这里的楼底大概 2米3 2米4 左右 那是全新的Kitchen 那是包裹了一些 这个 怎么开 这个 用电开的 这个 那这个呢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都以为是雪柜 原来不是雪柜 那它就放了一个Borola 在这里 那我觉得呢 那个设计上 就差事了少 那个有点浪费 那些浪费 那些浪费 那雪柜在哪呢 雪柜就是 冰箱在这里 那雪柜就是 在旁边 那也都包了一个洗衣机的 那这个小碗夹机呢 就在这里 那小碗夹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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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里 我觉得呢 有一点小小小 用一个四房单位来计的话 那是用无火煮食啦 那这家屋呢 地下那一层呢 和所有的Bathroom呢 都有Underfloor heating的 那这个单位呢 都算是挺光亮的 你看到这里 有个窗 大的窗 和对面是 即是两边的透光进来 那都算是挺光亮的 好啦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一个充电器呢 接着就到个厅了 那厅的厅是 20尺5 x 11尺8 那是两边窗的 那是两边窗的 好了我们转头呢 再和大家看一下 屋外边 先和大家看一下 樓上先 那上樓梯啦,那樓梯,我覺得是窄了少少的 但不算是斜 上到來呢,有三間房 和一個family bathroom 這個單位是有三個洗澡房的 我們先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我覺得可以說是主人房 雖然通常主人房,這種單位都是最頂的 大家再看看樓上的房間是怎樣 這房間的尺寸是16呎8x11呎8 很光亮的 大的窗 這房間的樓梯也是大約兩米三、三米四左右 這個呢,就是一個on suite的shower 是有underfloor heating的這個位置 只是廁所有的 上面有花灑 那這裡也有另一個花灑頭 可以讓你放下洗澡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樓梯都頗適中的 也有central gas heating 趁這個時候,我們看看花園 樓梯是打斜的 尺寸也不小 我都ok的 還有看看隔壁屋的花園都頗漂亮 這裡的隔壁屋其實很多都是英國白人 剛才我在等著它的時候 等著地產營的時候 我都聽到對面隔壁兩間房間聊天 那都是英國的口音 好了,這間房間可以說這間房間 其中一間比較小的房間 這間房間的size是9尺5 x 9尺3 都算過猛的 其實它都已經做了一些電視的插頭在這裏 尺寸也好也有電視插頭 好了,我們再看看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也是比較小的房間 這間房間的size是10尺5 x 9尺5 那這裏就是看外面的街景 我覺得都ok的 因為這條馬路不算窄 所以那個隔壁都不是太差 好,那我們去看房間的房間之前 按一看 這個櫃子房 是有個熱水缸的 好了,那我們 看看房間的房間 房間是正常的房間 有個窗子 那這個瓷盆 各樣的東西都是 食宗的size 那這個 這個 洗澡的位置 我覺得都挺不錯 因為它都算體貼 它用了這一款的浴缸 那前面站在那裡 洗澡的時候 那個位置都會寬一點 這個 這個位置呢 亦都是有underfloor heating的 好,那我們再上樓上 第一樓的 你看到上面是有個 skylage 會令到這條走廊光亮很多 好 上樓上樓 這個 就是 可以說是一個loft 亦都是 變成了一個 on suite的 bathroom 那我們先看看 這裡 這個on suite的位置 我覺得就 勉強了少少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到時盤是很小的 基本就是 沒有位置可以放到 牙膏 還有牙刷器 每一可以放的就是放在地 那 除了這個位置 是窄了D 之外 這個也是偏小一點的 那可以 提醒一下 如果已經肥了的話 進去呢 可能會比較辛苦 好啦 那我們再看一看 這間屋 外面 看到呢 這個 閃縫上面有些水 剛剛下雨沒多久 那些水 還未乾 那 我也問過他 那 這裡是否安全 可以出去 撥走那些水 他說 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大家要衡量一下 安不安全 做這件事 它這個頂的承受力 是ok的 但是就 嗯 因為沒有乾 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有少少危險的 但可以趁這個時候 再看遠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遠的屋 其實也是挺漂亮的屋 還有隔壁的花園 也挺漂亮的 這邊可以看外面 剛才我們進來看見那個草地 都可以看到幾遠的景 這邊有兩個skylights 會令到整個房間都會很光亮的 那這個 這間房間的私隱度也會很多 好啦 那我們就先進去 我們又看看花園 對了 剛剛說漏了 上面那個 房間的尺寸是16尺7 乘16尺3 是最闊的位置 那其實它 上面的房間也有 多少斜的位置 有些 存放的位置 好啦 那我們 下來 看看花園 這種門 是可以拉得出 開的 的門 來的 看看屋外面 這邊是有個的 Side Access 還有 充電的位置 放在這裡 也做了一些防導燈 好啦 那我們趁這個時候 再看看這個 Summer House 是 也都做了幾隻窗 那我們呢 就沒有鎖匙進去 但是都可以大概 看到 裡面 這邊 就是啦 整個都是木板 木板 木的地下 那這個花園 那這個花園 除了是 有些斜 之外 其實那個Size 都OK的 不差的 還有都是容易打理 這個花園 都只得吵 好啦 那說回那個4房單位 外面 它的泊車呢 其實它理論上 就有兩個位的 那就是 這邊一個 跟著這邊一個 但是實際上 我覺得 你泊車的位置 不止那麼少 因為前面的位置 很大的 那還有 隔離這個 三房的單位 那它泊車呢 是泊前面 這裡 亦都是 不會阻礙到 上次泊多一輛車 也都不會阻礙到 這個三房單位 那這個 那這個 的 前身呢 其實它是一個 兩房的 一泵路 那現在呢 就把它變成 兩間 的房子 那 一間是三房 一間是四房 好啦 那這次介紹到 到這裡為止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短片的話 也都歡迎去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你的channel 那大家想透過我們 在英國租樓 賣樓 裝修 賣樓等等服務呢 也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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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